要点速读文句默默,自从有了家长群这个工具,学校老师和家长之间的关系,也进入了全新的时代,故事不断。 昨日,有网友爆料自己莫名,被踢出了家长群,而事情的起因,是因为一辆跑车,大部分网友达成一致,支持家长事情的前因后果非常简单,两张聊天截图就足以说清楚了,大部分网友的观点非常一致,都很同情这位被踢出去,得来自杭州的霍先生,前世这位家长辛苦赚来的,不通不抢,有什么不对? 难道因为你买不起,就要让全世界的奢侈品都消失吗? 喷底的不是孩子,而是这些经济无能,又玻璃心的家长们,怕孩子引起喷底心理,还是家长在财富面前自卑,这些观点说的都不错。 老师和其他家长没有权利要求,开跑车,的家长换一辆车接送孩子,一言不合给人踢出群。 更是不应该,这再次说明当下的家长群经强空气恶劣,难以想象,在一些老师眼里,失道尊严竟然是用将反对者踢出去的方式来保障的。 别人的生活方式,只要不违反法律和道德,并没有什么可指责的,这是现代生活常识。 而这些批评背后,却是暗藏着些许金钱原罪论的色彩。 这种心态和观念并不符合社会多年来形成的尊重私有财产,尊重个人生活方式的空气,显得蛮横无理,也难怪或天上和一众网友要直接对回去。 不过仔细想想事情其实并不简单,但这是教育问题,而不是生活方式问题,老师和那些随身附和的家长们的做法不对,但是他们的出发点是不是完全错误呢? 也就是说,他们心心念念的学生攀比问题,到底存在不存在,到底是什么样的影响,并没有在网友讨论中得到回答。 实际上,答案都有点跑偏,都是在用成年人的眼光进行社会评论,但却脱离了问题的原本语境,这是教育问题,而不是成年人生活方式问题。 潘比在国内教育界是个老生常谈的话题,但是在这次新闻事件中,学生潘比在主流异见,终成了家长的矫情,甚至有人主张翻译可以成为动力,潘比有助于树立积极的人生观。 事情真的是这样吗? 潘比历来是个教育难题,潘比不是可以经济,一概而论的问题。 心理学认为,个体的追求优越感,是以人的自卑感为重要前提的。 所有的儿童都有一种天生的自卑感,它激发儿童的想象力。 经历靠尝试通过改善自己的处境来消除内心的自卑感,为有个人处境的真实改善,才会换合自卑感。 心理学把这种现象称为心理补偿,心理补偿是指人们因为主观或客观原因,引起不安而失去心理平衡时,企图采取新的发展与表现自己。 借一点心或抵消不安,从而达到心理平衡的一种内在要求,潘比的本质就是心理补偿,可以说潘比是人的天性。 潘比心理和行为作为一种客观存在,基本生病,无或错,问题在于潘比的思想,出发调和内容究竟是什么。 校园潘比为何屡间不值? 王开宗人民教育2015.1武器积极内容的潘比,他有利于长志气,消极内容的潘比资长失荣心。 嫉妒,嫉妒心理,会导致心灵的扭曲,但在教育中区分小极与积极的潘比,并不容易。 有人提出,凡是不能凭借自身主观能力,所达成的潘比都是副校潘比。 凡是不能促进自身向上,不符合社会情感的潘比都是副校潘比。 除此之外的潘比,基本上都是正常的竞争心理。 校园潘比为何屡间不值? 王开宗人民教育2015.1武器其实这仍然是一个缺乏实践价值的标准,这如同要给每个孩子的梦想,一个可行性判断,实际是做不到的。 法拉利是不是不能凭借自身主观能力所达成的潘比? 这不好说,但是不可否认的事实是,现实生活中学生物质潘比,就是个普遍现象。 国内学校把统一校服作为制约潘比的手段,学生没法在衣服上做文章,鞋子,手机,眼镜等,就成竞争主战场。 这些年海外游学潮流,也成了潘比的对象。 在海外中国留学生群体中,物质潘比也是个特色问题。 潘比和地域文化因素有很大关系,总的来讲,潘比是客观存在,而且一概而论肯定或否定潘比,都是不对的。 老师和家长都应该反思自己说回新闻,开跑车送孩子上学这件事到底会不,会导致潘比呢? 差距过大,潘比的可能性反而缩小,只有当人纪尖的旗鼓相当,实力悬殊不大时,潘比的可能性会加大。 这是很多人认为跑车没法引发潘比的原因。 事实可能是这样,但是从教育的视角看,开跑车送孩子上学,确实对孩子不利。 校园里不光是有潘比,还有孤立,甚至还有伤害,只要不是生活在乌托邦的家长,都能理解,有的孩子潘比一双球星战靴,目的是为了合群,被球队认可,而拥有法拉利的孩子却可能要面对其他人的孤立和针对。 这也是新闻钟霍先生已经在担心的,有网友也指出了,开航桂名车街送了成年孩子,并不安全,会给孩子招来邪恶的眼光,这才是老师应该做的,没有权利干涉别人开什么车送孩子,但是可以私下将这些不利因素告诉家长,供其参考。 另一方面,老师要在校内,在群里,传播健康的校园文化,正确的价值观。